患有自闭症的孩子 外观看起来很正常 但各种心酸只有家长最清楚 自闭症是新天脑部功能 有缺陷造成的疾病 大部分患者表达情绪有困难 出现反复固定行为 以及有沟通障碍 有些自闭症患者 可透过治疗或特殊教育 恢复部分社交能力 澳洲博斯已有特别 为自闭症孩子开课的教育机构 四岁的霍森患有自闭症 原本只能重复别人说过的字词 无法说出有意义的句子 短短几周课程训练 便能说出完整语义的句子 不止霍森 11岁的米卡拉 还能清楚陈述自身经历 这么厉害的课程 到底是什么魔法 那是你很重要的 是要建立一个环境 设定一个学校的环境 当中的错误都受到 而是学习的 这些学生非常重要的工作 目前澳洲西部有五间学校 提供自闭儿特殊教育 同时与正规课程并行 帮助他们缩小与常人的差异 澳洲预计把这样的课程 在两年内拓展到16个学校 协助更多孩子 在新闻黄静廷 在新闻的课程中